如果你想让你的网页在分享到Facebook这个平台的时候更加吸引人的话 那么以下的分享将对你非常有关注 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让你的网页分享到Facebook这个平台过后 能够吸引到更多人的眼球 这里我会使用Wiz这个平台作为教学 因为它可以让任何不会写代码的人 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非常亮丽的网页 关于Wiz的官方网页的连接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进去看你就可以到达等下我们会去到的页面了 不过首先你必须成为Wiz的免费会员 因为只有他们的会员才可以免费设计网页 关于如何在Wiz这个平台设计网页的话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点击放在说明文的连接过后 就会到达这一个页面 然后点击manage and edit site 然后再点击social 在这里你可以放上任何一张你觉得非常适合的图片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分享这个网页到Facebook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这一张图片了 而如果你想要在你的网页显示 有多少个人赖你的Facebook page的话 你需要先在这边填写你的Facebook的专页 然后再按publish你的网站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当你学会这些技巧并应用在你的网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网页会比其他人来得更加出色 更加吸引人 当然Wiz这个平台并不只是设计网页 它还提供很多可以提高你网页吸引力的工具 订阅和关注上号TV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收到这一方面的资讯了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让我为你设计网页的话 请你email我 那么我是上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